熊孩子居然让环卫工人给猪下跪道歉 还叫来恶霸动手打人 最后被活活砸死 四川凤凰街头的环卫工大川正卖力的清扫着地上的落叶和各种垃圾 抱着小乡猪的熊孩子 看见他皱起了眉头 远远绕开了这边给猪梳毛 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大川扫起的树叶突然飞到了小猪的脚下 这一下猪的主人熊孩子当即炸毛了 他指着环卫工的鼻子破口大骂 狗东西 原来自访你不嫂平平到我这来找事 能是不是找死呢 看这个小孩这么没素质 大川却不敢说话 因为这个熊孩子一身的名牌衣服 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他连忙道歉 对不起啊小朋友 叔叔不是要一礼 可熊孩子根本不听了 那这个穷帮蛋是谁的手说 我爸爸银行卡的链头 那你这辈子赚得得多 你快点给我的猪费下刀亲 这样的侮辱任谁也接受不了 哪有让人给猪下跪道歉的大川 肯定不同意啊 熊孩子就此大吵大闹起来 并且上前抓花了他的脸 情急之下 大川立刻后退 这时候 又将身后的小香猪不小心踩了一脚 一阵惨叫声过后 小猪便倒地不起 这一下熊孩子更加恼怒了 你给我等着 老子要弄死你 然后拿起旁边的扫帚 就朝着大川的脑袋狠狠地招呼 大川知道这孩子的父亲他惹不起 只能慌忙地躲避熊孩子攻击 而熊孩子眼见追不上对方 就疯狂地打砸一旁的垃圾车 看到这一幕 大川不得不上前劝说 因为如果车被砸坏了 自己肯定会被所要巨额的赔偿呀 说不定工作也会丢了 想来想去 大川还是慢慢走上前 想着用严厉的语气吓唬一下他 小朋友 把扫帚给我放假 我回陪你的小将军 不让我把你屁股打开花 熊孩子一听 犹何 就你一个社会的败类 都请着扫大借的你屁的词 而且还想打我 看我打电话让我挂挂来说什么 说着呢便打起了电话 大川本想逃开 可又怕公司找自己 无奈之下拿了把锤子防身 没过一会 附近居然冲出一个身强体壮的大汉 刚见到环卫攻他二话没说 上前便打人 就是你个渣渣 还敢打我的包费儿子 大川被打的不断惨叫 求对方饶活自己 然而 熊孩子就站在一边恶狠狠的大笑着 给我打死他 给我的小想组长命 几分钟之后 大川被打的奄奄一息 这人太狠了 真把自己往死里打 被逼无奈之下 大川掏出兜里的锤子 朝着一个打人者的脑袋 打了上去 就这一下 打晕了对方 随后 双目通红的环卫攻 死死盯住了 罪魁祸首熊孩子 他起身冲上前 把锤子砸了下去 直接要了朱主人的性命 朱主人毫无忍心 被扫地唠人 无厉害动手 他的事完全是 最有应的 来得与大川的作法 屏幕前里 各位认为 他的三十整党访为吗 咱们评论区间吧 我们下期再见